日王牧师分享到,历史上很多新神学派的所谓神学家或识经家, 都会以不相信任何神迹的角度, 试图将圣经记载的一切神迹, 解释成自然现象或误会, 甚至是人编造的方言。 例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新神学派的所谓神学家, 会发明很多次是而非的猜测, 来挑战使徒所记载, 有关主耶稣基督曾经被钉十字架, 并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的真确性, 但是他们的一切所谓理论, 其实都经不起逻辑和历史事实的考究。 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 绝对是历史上一个无可推诿, 曾经发生过的时迹。 又例如, 有些新神学派的神学家会声称, 末大拉马里亚告诉门徒师, 于主耶稣门墓里安放的尸体不见了, 只是因为末大拉马里亚曾经被鬼附, 所以精神错乱, 经常产生幻觉。 加上, 他极可能去错了安葬主耶稣的墓穴, 所以找不到主耶稣的尸体, 就误会了他从死里复活。 然而, 这些所谓的神学家, 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认真读过圣经, 所以才会得出这么可笑的所谓结论。 约翰福音二十章已经清楚记载, 当末大拉马里亚告诉门徒师, 于主耶稣墓墓安放的尸体不见了, 并且, 他见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彼得和约翰已经立即跑到主耶稣的墓墓, 他们清楚看到主耶稣的尸体确实是不见了。 随后, 他们也亲眼看到复活后的主耶稣, 甚至跟主耶稣一起共度了四十日, 直至他升天, 难道, 彼得和约翰都去错了墓墓吗? 经文更加清楚记载, 约翰比彼得更加快跑到墓墓, 分开走的两人中, 彼得亦会跑到另一个地方找主耶稣的墓墓, 这就证明, 无论是末大拉马里亚, 彼得或者约翰, 三个人都清楚知道主耶稣的尸体葬在哪里, 难道, 三个这么亲近主耶稣的人, 全部都记错了主耶稣的墓墓在哪里吗? 这个近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又例如, 有所谓的神学家声称,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只是一个传说, 只是因为以我传我, 大坏一个传一个, 后来的人就当成真了。 但这一点并不成立, 任何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当一件事发生的时候, 最接近事发地点和时间的人, 就是最有力的证人, 可以证明事件的真相。 如果,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并没有从死里复活, 整个神迹, 只是一个由一群无权无势, 处在社会低下阶层的门徒编造的谎言。 这样, 这个谎言, 其实很容易被当时的犹太人或者罗马人推翻, 他们只要让人看看主耶稣的尸体, 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但圣经给我们知道,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编造谎言的人并非一众门徒, 而是犹太人和罗马人, 俄清门徒将主耶稣的尸体偷走了。 然而, 他们的谎言, 不单无法揭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相, 相反, 这件事如同野火燎源, 在犹太地区, 甚至整个罗马帝国不断广传, 连罗马皇帝都无法禁止。 大量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 到处全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 直到主后三百年, 最终连罗马皇帝都改讯基督教。 所以, 这些所谓神学家, 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只是一个以我传我的神话传说, 根本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 大家试想, 现今世上拥有最先进科技, 最高度文明的国家, 都是以基督教为文化基础的西方白人社会。 如果, 他们的一切文明和科学, 都是建基于一个方言之上, 这样, 方言又怎会令他们领先世界呢? 又例如, 这些所谓的神学家, 称当时的罗马兵丁没有说大话, 是门徒到去主耶稣的尸体, 编造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故事。 然而, 从现实来看, 有可能发生吗? 首先, 当主耶稣被捉拿之后, 门徒已经四散, 他们意志消沉, 怯罗又惧怕, 好事都做回老本行, 以为过去三年, 跟随主耶稣的一切梦想都幻灭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还会无生命危险, 每一个已经被罗马杀死, 亦没有按照他在世时的承诺, 从死里复活的人倒露吗? 况且, 当时安放在主耶稣母月门口, 封坟的大石头重一吨半, 要二十五个人合力才能推动。 再者, 正因为主耶稣曾经对人说, 自己会从死里复活, 罗马恐怕门徒会将尸体偷走, 因而布下极为严格的防守, 每间都有十六人在四面住房。 试想门徒能够倒走尸体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吗? 他们又用什么来对抗罗马兵丁呢? 有多少人手呢? 用什么计谋呢? 在什么情况下, 令他们能够偷偷地进入墓地呢? 所以, 将主耶稣的复活, 讲成是门徒倒走尸体的假设, 根本绝对不可能成立。 有例如, 好计所谓神学家会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后, 只是昏迷了, 或是进入了所谓的假死状态。 三日后, 他在墓墓里清醒过来, 门徒他以为他是从死里复活。 然而, 这个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 因为将主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罗马兵丁, 是专业的潜子手, 经常执行钉十字架的刑罚, 并且, 他们会检查死囚是不是已经死亡, 确认过后, 才会将死囚重十字架上方下来, 障碍障在坟墓里。 又如果, 主耶稣只是因钉十字架受重伤而云倒。 然而, 圣经记载, 主耶稣死后, 是按住犹太人的传统, 用一百磅重的香料, 连细麻布包裹在主耶稣身上。 三日之久, 这一百磅的香料, 连细麻布包在他身上, 亦绝对足以令他窒息而死。 事实上, 坟墓是以巨石封闭, 一个身受重伤的人, 又如何独力推动墓石, 并打倒守护坟墓的兵丁逃走呢? 并且, 按住圣经记载, 主耶稣復活后, 不但向十一个门徒显现, 甚至向其他一直随行的人, 如马里亚, 以及五百人显现, 正因为这样, 才导致主耶稣从死里復活的神迹, 无人能禁止, 反而迅速传播开去。 并且, 根据约翰福音所记载, 当主耶稣从死里復活后, 甚至有很多在耶路撒冷已死 并埋葬了的圣徒, 竟然同时从死里復活, 并且由坟墓里走出来, 回到城中。 《玛特福音》27章50至54节, 耶稣有大声哭叫, 气袖断了。 忽然, 殿里的万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地也震动, 盘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復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尽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白副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说, 这真是神的乙子了。 为何马太会特别记载这件事呢? 因为, 我们可以肯定, 这件事为耶路撒冷传承, 甚至附近的居民, 带来几么大的震撼。 你能够想象, 如果今天, 这件事发生在香港, 就是权威牧师由死女复活, 并且, 不单只有他一个人, 更有数十位曾参与石安教会, 但现已离世的肢体, 都一同从死女复活。 甚至, 在香港各处向不同群众显现的话, 这个将会为香港, 甚至为全世界, 带来一个怎样的震荡和冲击呢? 甚至, 这个将会为香港, 带来一个怎样的复兴呢? 可以这样说, 必定是史无前例的程度, 因为, 这个就是这么绝对, 而且无可推诿的神迹。 同样, 在二千年前的耶路撒冷, 当时, 不止主要素一人得罪从死女复活, 甚至有数十、数百人一同从死女复活, 并且回到城中, 让城里的居民见证自己的复活。 对于当时代,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来说, 这个绝对是一件无可推诿的事实, 因为, 要偽造一位主耶稣从死女复活, 还可以有借口说, 是门徒偏造的方言, 但是, 数二十计, 甚至八计的圣徒, 与主耶稣一同复活的话, 就绝不可能是一件偽造的事。 为何当时主耶稣, 要令大量享坟母女, 以死去当时的圣徒, 与他一同从死女复活呢? 因为, 当时的门徒, 需要有这种级数的神迹, 令他们的信心绝不动摇。 大家可以想想, 主耶稣以外从死女复活的圣徒, 并非在丧礼中复活, 亦不是死后第三日复活, 而是尸体已经变成了白骨, 他仍然能够从死女复活。 所以, 他们所经历的从死女复活, 就更加证明, 主耶稣从死女复活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 既然, 死了很多年, 已化成白骨的圣徒, 都可以与主耶稣一同复活, 并得罪复活的新身体。 这样, 主耶稣的复活, 必定是真实无偽的。 当时代的人, 必定会想到, 为何这种事, 之前从未发生过, 之后, 也没再发生, 却偏偏偏在门徒见证主耶稣从死女复活之后, 就同时发生多位圣徒从死女复活的神迹呢? 并且, 主耶稣是按照旧约节旗的预言, 在被钉十字架的第三日, 成为初熟的果子, 在指定的时间, 即是如月节被钉死, 死后第三日, 在初熟节的同一日, 从死女复活, 并升到天上。 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铁证, 叫所有人都无可推诿, 只有那些决心不顺, 硬着颈寒的人, 才会这样万没良心。 正是主耶稣与大量圣徒 一同从死女复活的神迹, 令当时代的门徒, 以一种无比的信心, 正式诞生教会。 然而, 又华牧师指出, 旧熟计划阿里夫的时候, 教会就是因为主耶稣从死女复活而诞生, 并有大量圣徒与主耶稣一同复活。 到了现今, 这个最后Tarf的世代, 神同样会为合资嫁成为身妇 并将会被提的石安教会, 制造同一个处境, 就是先让权威牧师 如同主耶稣一样离世经历死亡, 随后再与主耶稣一样从死女复活。 甚至, 当权威牧师复活的时候, 也会有大量以往曾参与石安教会的 侍奉者和信徒, 一同从死女复活, 从奋务女起来。 所以, 神将我们放向这个光景下, 原来是要提醒我们, 祂用了一个预设和命定的死亡, 提醒我们怎样才算是 完成整个2012信息。 在最后, 我们不单要相信, 甚至要能够叫人从死女复活, 才是真正完成神给予石安教会的使命, 成为神给予身父的最后一个测试。